選戰焦點就要帶您來看到是國民黨黨主席之戰 明天就要來進行投票了 可以說這四位候選人是各個竭盡全力 在走訪各地積極拉攏在地黨員 好像是今天一大早看到張亞中 他大動作去參加了在國父紀念館舉辦的支持活動 要拉攏人心 好 除此之外 朱立倫跟張啟成 兩人是選擇用比較低調方式 他們是在臉書上面來發布影片 讓投票黨員以按讚來支持他們 知日者高高舉起國旗大聲喊出動蒜 黨主席選前最後一天 候選人張亞中號召深藍群眾支持 兩岸議題更直接挑戰對手朱立倫 這個朱立倫先生其實在2019年他也是支持的 可是今天到了2021年以後 朱立倫先生卻認為說要結束敵對狀態 創造兩岸和平是一個紅統 2021年的朱立倫去打2019年的朱立倫 兩岸備忘錄被說紅統 張亞中反批朱立倫根本打臉兩年前的自己 朱立倫則是連續兩天影片宣傳 打出中華民國牌 同樣緊抓深藍支持 我們不能萎縮 不能示弱 國民黨不能走極端 走偏風 不能泡沫化 影片的旋律慷慨激昂鼓舞人心 系數朱立倫為黨奔命的歷史 朱立倫更信心喊話要讓國民黨返回正途 現任主席江啟臣同樣是出影片催票 但面對朱章都喊氣寶挖票不以為然 我覺得大家平常心看待 不要把黨內選舉選到最後一些奧博進出 然後操作氣寶 大家都在上戲講 這個你會不會覺得有點忍耐 他們都選到已經沒有信心了 也沒有自信了 或許是前一天立院同事紛紛表態挺豬 江啟臣一早在議場與欄尾集權互動有些尷尬 選戰最後階段如何逆戰 想必要有一番苦戰 記者綜合報導